山陀儿台风侵袭台湾要走不走 终于登陆了 当您收看电视的此刻 才是最大面积笼罩台湾的时候 临时全台湾您看到 从周二到今天 已经放了三天的台风架 放台风架几乎变成了全民基因的同时 我们当然放架放得很爽啊 但是产业老板已经跳脚了 一天台风架放下来 经济损失超过300亿 如果明天再放下去的话 已经传出连10月5号 你都领不到薪水了 别忘了三天前才刚刚宣布的 工业用电平均调涨12.5% 这次台风架再放下去的话 对于产业的冲击不能说不小啊 事实上其实就台风架这件事情上面 法律上并没有明定有这样一个假期 严格来说它应该叫做什么 你知道叫做防灾准备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南部的地方 确实有些地方淹大水 但问题是呢 这两天的这个台风架放下 有像北部的这个所谓的民众 有些人会觉得说 好像这个台风的感觉 并没有这么的强烈 觉得自己赚到了 但是却因为这样 也有这个所谓的假期嘛 所以你看有台的气象主播 戴立刚 他之前这个播报完气象下播之后 开了一个直播 就网友就说 有没有可能礼拜五再放台风架 你知道吗 居然戴立刚说 县市首长会想办法 让大家放台风架 所以一大堆人笑翻了 你知道 可是我就讲 现在对于这个 如果处在这个所谓的风灾范围里面 真的希望大家平安度过 可是对产业来讲 放不放假这件事情 对他们来讲 其实心里也很挣扎 你看三三会的理事长林伯峰就说 如果以去年的整个GDP的总值来计算的话 台湾只要有放一天的台风架 经济至少损失315亿 我不算不知道 算下去吓一跳 他特别强调就是台风架 意思是说 我本来是在正常生产范围里面 但因为这样 我如果有停滞或延档的时候 那他有可能必须要付出的是这一些东西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比如说像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制造业 生产业或服务业来讲 但有一个隐形东西 你看不见的是什么 什么东西 我们的证券市场 你知道我们像 如果是双北这些一停班停课的话 那我们的整个股市 是不是全部交易就会停止 那一停止的状态之下 你知道吗 按照他们计算 券商一天恐怕会损失 所谓12亿的手续费 而且再来就是说 像台风台风的这件事情 那如果他今天是处在 这个风灾严重的地区 当然他当然希望 应该要给人家放 但问题是有一些 他可能风灾没有这么严重 居然一堆人跑到百货公司跟KTV 你知道前两天还传出来说 KTV的点歌系统故障 为什么故障当机 他说因为太多人使用 流量太大 大家就发现到说 像这个所谓百货公司 今年其实这一次的 这个台风架来说 有些百货公司 其实是选择营业 你知道 结果因为应营业 发现人潮比平常多了 一到两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回头你来看 从产业的角度来讲 我们放台风架之前 才跟大家讲说 10月之后 要开始所谓的工业用电 平均调涨12.5% 这已经薄一层皮 然后放台风架说 一天要损失 315亿的经济损失 又是第二层皮 事实上这个所谓的315亿 它有一个计算出来的 一个概略值 为什么 像林伯峰他就讲 像一般传统这个制造业上面来讲 因为我这个有这个 所谓的接单之后 我有交货的期限 所以我尽可能 都希望在期限里面 把它给赶完 那所以如果遇到 这种所谓台风架的时候 他可能真的必须被迫 要求他的员工要回来加班 那以按照现在 劳基法的状况来讲 你只要像这种价值 你叫人家加班 就是双倍的工资 所以他说 如果以1000个人的工厂 来计算的话 他光这个所谓的加班费 就会增加400到500万的 这个支出 当然我也必须讲 就是说对于这些老板来讲 他该给人家放假 他也必须要放假 所以这个就是 我一开始提到说 产业跟这个所谓的 这个一般民间 其实会有这样一个 挣扎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结果你可以看到 像制造业来讲 如果你很多天 因为像这个 今天是已经放 已经是第二天了 有些是第三天 南部有些是第三天 那所以 如果你今天这么多天 都完全全不让他上工的话 他确实会影响 所谓的工厂的这个产能 所以现在就有工商界的人 就出来表示说 其实以现在来讲 疫情才刚刚这个结束 现在整体的经济状况 都在复苏 那复苏的情形 是什么你知道 就是单你要慢慢的接回来 所以他说 传产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稳定回温 那如果因为这样子说 我们这个 再放这个所谓的政治价 这个台风价的 这件事情上面 也会增加 他的营业成本的状况 他用了一句话叫做 像是乌漏偏逢 连业余 那我们其实回来看 事实上为什么会提到说 我们现在产业逐渐在复苏 你看我们现在八月份的 这个外销订单 我们如果以这个所谓的 货品别的年增率来讲 你看机械 基本金属 这两项东西 事实上它都在上涨 更不要讲上面的 这个所谓的电资讯 资通的这个产业 所以我们回到 这个所谓的传产的部分 你在这个表上面看到 那个树橡胶的制品 事实上它还没有成长到 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当然这个会跟 国际环境有关 比如说像这个所谓的 塑橡胶的这个业者 他们就说 因为中国大陆 大量把产能给打开 那打开完了之后 这个当然这个 这个订单上面 就会受到一些冲击 可是我们如果 以其他的这些东西来看 事实上它是在上涨的 一个趋势 那业者现在就讲说 你看在开始 基本工资也要涨 那电价也要涨 那如果呢 今天因为这个台风价 有些真的没有达到 这个大预期 认为说应该到台风状况 但几乎你看像昨天 一整天北部地区 没什么风雨的这个情况 他们就讲说 你这个一放下来之后 很有可能会变成 政府的政策 反而让中小企业 难以生存 我记得看一则新闻 他提到了 也是我们共同的经验 观众朋友可能也有印象 如果你是在台北地区 纳利风灾 那一次就是历史上 第一次连放两天的台风价 我们这次也是放两天 但是那个威力 实在来讲 真的还差蛮多的 好回头来看 放这两天台风价 或者我们广义的说 放台风价的这个过程 一放下去 会有哪一些 显性的隐性的成本 其实是我们没有注意到 我们忽略掉的 事实上对于 这些所谓的产业界来讲 他第一个感受到 一定就是说 我今天工厂要出货 或我要生产制造的部分 会受到影响 对不对 可是我们刚刚提到 像证券市场的这一块 就是我们其实一般 比较不会去注意到的 隐性的这样一个支出 还有一个是什么 你知道像银行业 银行业像这两天的时候 它也都是这个 所谓的休假的状况 但是他这样子一放假之后 大家就发现到说 我们台湾到目前为止 其实在贸易的部分 尤其对于外汇 这个对我们来讲 也是很大的一个 经济上面的流动 没错 结果因为这样子一个 银行业连休两天 第一个你要汇款 可是我跟国外的客户 这个状况来讲 国外其实就觉得 你会正常上班 人家又没有台风 而且其实老实讲 对像我们一般正常的假期 像什么春节 这些东西 其实国外都知道说 这个时间要避开 那你突如其来的时候 一天两天的这样一个 确实是会有很多 这样的一个影响 甚至你知道像有一些 这个中小企业的员工 也会开始担心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像今天是10月3号 对 那结果礼拜六的时候 是不是就到10月5号了 讲到5号 敏感度就来了 5号就是入账日 是啊 因为很多公司的这个发薪日 都是在5号 对 那有些观众朋友会觉得说 那有什么影响吗 我们现在都是用银行 自动转账扣缴 对不对 直接拨到账户 但没有其实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 他这老板都是在5号早上的时候 把那个薪资扎到银行里面去 对 那你这两天的时间 本来他可能在礼拜三四五的时候 他可以把这个款项放进去 对 但是因为休假 现在开始有人担心说 你到了开工日的时候 银行可能会挤爆 比如说如果是明天礼拜五 那个礼拜五正常上班 对 那大家赶着这个时间下去 那个就把钱存进去 对不对 那有没有可能10月5号到最后 薪资可能无法如期发放 这个就会很有感 所以台风价大家放爽爽的 可是5号该入账没入账 会不爽 所以这个其实真的很多的这个影响 对于这个所谓政府的成绩来讲 他可能觉得说 我真的要让大家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防灾的这样一个准备 但是他后面连带的包含到什么 你知道像台风只要一来 很多时候到这个卖场去 或干嘛市场去 你会发现青菜都开始逐渐的上涨 不是说一颗高丽菜说450块钱吗 那个要看是哪一种的这个品种 其实像我今天早上 就是到这个某知名的连锁大卖场去 那我去看那个高丽菜 一颗大概这么大块 一颗大概这么大块 然后它的卖价是多少钱 它称重是148块 有下来喔 有下来对 但是你如果跟平常的这个价钱来讲 它的菜价还是有上涨 也还是贵 所以大家就你看像北农就统计说 10月1号的时候批发蔬菜的均价 已经飙涨到每公斤63.7左右 创下所谓的历史新高 当然你会讲说 因为这个台风要来的时候 可能民众可能预期心里 会去抢或干嘛的 可是有些东西 大家会觉得说 你这物价一上来之后 你要多久能够再讲回去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再降回去 所以你看10月1号的时候 是63.7 然后10月2号的时候 就降到每公斤52.8 那跌了将近这个所谓的20% 那这个其实代表是什么 你知道有涨有跌虽然很正常 但是预期心里的一个上涨 我跟你讲 你真的要买的时候 像前两天 你看到最多在社群媒体上面 大家拍到去卖场里面 都是那个货架上面 你要买什么都买不到 还好我今天到市场去的时候 还看得到有些菜已经有上架 好你一定好奇说 台风架不是常常无锡无尊 说放就放了 为什么这是让产业界 让业界的代表 这么放大检视 主要就是因为 第一明年要调购工资 第二工业用电又要调涨 等于一层皮两层皮 到底几层皮来搭呢 说到了调涨电价 最大重灾户重灾区 我们还在找 会在工厂吗 没有 医院已经跳出来 就是他们最大的重灾区 为什么会是医院 其实每一次 在讲到电价的时候 因为跟我们那个 每个人生活24小时 都会用到电有关系 那我们这个所谓的调涨的时候 政府也说 我有做一些的规划 比如说有些产业的部分 你有需求 我在衡量之后 我可能有些就动涨 有些我就告诉你说 我要取消这个原先 给你的优惠补助 那让你回到你正常的状态 可是这个政府口中的正常 跟我们内心的正常 可能有点不一样 你知道为什么 10月16号开始 产业的电价平均涨幅 是12.5% 那你如果讲说 像一般产业来讲 因为它是用电的大宗 那过去其实都有些讨论 但问题是你知道吗 医疗产业 在这一波里面居然没有被电价 动涨范围里面给规范进来 值数据就是这一次涨工业用电 他们也被涨到了 是而且在涨到以后 过去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医疗产业的部分 政府其实有另外给予补贴 所以它的电价 其实跟我们一样 只是它的计算方式 到最后最末端 它付钱的时候 有一些的这个差别 但是因为这一次医疗产业 并没有在电价 动涨的范围里面 所以卫福部现在说 明年开始不分医院等级 都不会编列预算来进行补贴了 那对医院来讲 说实话 因为它那个救 那个救人的性命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总不能希望说 那你医院你干脆用 那个柴油发电机 不断的紧急发电 那没有人这样玩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 八大一届团体 他们就共同发表声明 他说从2022年到今 到现在三年已经连续调升 电价四次了 而且平均涨幅 已经达到了42.9% 那现在比较大的问题 是什么你知道 因为过去我们看到 有些这个所谓的民生产 民生的这个 比如说 那个餐饮店 或者服务业 他会跟你讲说 我电价上涨 那没关系 我就售价高一点 我就这个转嫁 到消费者的身上 反正大家共体时间 可是医院不行 为什么 因为如果医院用涨价 跟转嫁的方式 来填补归损的时候 那个民众也会反弹 所以他唯一能够干嘛的 就是从那个 所谓挂号费里面 去给你做这个所谓支出 给你做一点调整 可是因为上一波 才刚调整过 那你现在又要 再怎么做调整 所以如果你今天 用这种方式 去填补归损的时候 可能会让这个 所谓的医疗院所 也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那我就问了 这一次10月16号的 平均涨幅 12.5% 含着到够地 他们一个月要多支出 一起两个月 会支出多少电费 如果按照这样的看法 我先讲 如果以星光医院来说 他一年电费开销 将近8000到9000万左右 而且4月涨电价 他已经增加 将近千万的支出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了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而且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咔们咔们咔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